其實兩條都是會考題目 好吃的 大家熟悉 問題其實已有verbal examination 和畫圖的 因為A for dialogue 而兩樣事大一樣都不拿足分的 還有圖的解釋是分開比分的 所以兩個圖講的不相等都沒有所謂的 只有一方面沒有分的 所以就說搞得政府在西北新界 建一條新的鐵路 其實很好的 就是那條西鐵 你用Dargue來搞這條新的鐵路 對相同路線的minibus 即是小巴的收入會有什麼影響呢 那就看回兩者關係 同一條小路 所有小巴服務和鐵路 大家之間是什麼關係 應該是濕得潮濕 那是要分的 那當政府建了新的鐵路 當然呢 有些人會轉去搭西鐵 新的鐵路 所以demand for minimum service 應該會下降 有人搭去西鐵的服務 新的鐵路 sorry 那圖的demand下降 我當demand supply journal 原本D1 原本價格P1 這個小巴的 你畫圖畫清楚一點 這條是demand D1 和D2 supply curve 和SSI 要P和Q 也有的 那這就是扣你分的 原本的價格P1 小巴的話 車費 在demand下降 假設如果價格等於 二卷 price的話 新的二卷 price 就應該跌了P2 那你自己畫回P2 給它墊墊 新的買數量 就應該跌了P2 由Q1就跌到Q2 新的二卷 找到Q2 Nabel找到Q2 有些多得拉 我畫點線 Nabel是indicate的數量 無論是價格或是馬米數量 兩個都跌了 那MarketPi也跌了 馬米數量跌了 東東Evenue一定跌了 由P1乘Q1 變成P2乘Q2 我們shaded了中間小組的area 給它一個負號 呼呼呼呼 最好這部area 就是Lawson Total Revenue Total Revenue 就會下降 留意你這部Diagram 就不可以用顏色的 顏色的 你份卷就是DSE 是scan的 用黑白scan 用灰色的 最多都是 有些顏色的分別 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用shaded area 就不要用螢光 把它highlight 就當是shaded了 scan了份卷 就看不到的 這個第一個最佳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在Diagram 你會看到demand下降 有一分 demand 它是向右移 向左移 價格和馬力數量一起跌 Total Revenue 要看到跌 即是說到 Laws and Total Revenue Area 也都Label得清楚了 總共有3分 圖有3分 但這條其實是一個Altrity Answer 就是價格不變 就是車費不變 不是維持不變 情況是怎樣 這個有可能性 不過你提問 這個要講得清楚些 價格是P1 demand最下降 對mini bus service 當有新的鐵路和鐵路 價格是維持不變的 這個馬力數量應該是P1 和新的demand Q1D2 因就是那個需求量 是價格P1的需求量 用D2 所以馬力數量應該是Q1跌到Q2 供應量不變也是Q1 但價格不變 demand下降 新的需求量在P1應該是Q2 供應量在P1也是Q1 但正式的成交量應該是Q2 是比較小的 這個就出現 我們那個價格 這個維持不變 但是賣的數量就少了 Total Area Total Revenue 就應該少了黃色這塊 就是由P1乘Q1 變成P1乘Q2 就是價格不變 但是馬力數量跌到Q2 就少了這個 這個就滑回Shade Area 這個 這個就附好它 這個就是Lossed Total Revenue 這個就買了 這個Total Revenue下降 由P1乘Q1 就變成P1乘Q2 這個就是Authority Answer 其實第一個答案會比較簡單 但是有些人這樣回答 這個題目沒有說到 那個P1沒有變 我們答第一個都可以 然後給你一個Authority Answer 最主要讓大家熟悉一下 答這個題目 要講清楚 Demand為什麼會改變 剛才講了Substher 就有一分 那麼Demand下降 就有一分 價格和買水量一起跌一分 Total Revenue下降 圖是分開比分的 這是第一條例子 接著是第二條 第二條就是 洪水西水 洪水西水說了很多年 經常問的 那大家是Substher 它就說 通常洪水在Pink hour 就會很Congest 就是Rush hour 就是繁忙時間 那西水呢 如果Total Set就是隧道費 上升的話 洪水隧道費 假設不變 那問你 那個洪水的情況 就是Cross Up a Tunnel 那個Traffic Condition 為什麼會變成Wall Congesture呢 更加制塞呢 其實就看圖了 首先講清楚 洪水和西水 對CK來說 過海呢 可以是Substher 潮水的 可以代替兵的 你不用洪水 用西水 用洪水 過海都可以的 有些人可以這樣的 這個圖呢 下面講洪水的 留意呢 現在講繁忙時間 所以供應量是固定的 因為它有個 最高容量都已經到達了 它就不可以再供應多些服務 給一些車輛的了 所以就算價格上升 下降呢 供應量維持不變 這是講繁忙時間的階段 洪水的供應量 提供服務的數量 就是可以接受的車輛數量 是固定的 所以Supply區是Vertical的 現在洪水呢 是擠塞的嘛 那就是代表呢 需求量呢 下降的供應量 就是Except Demand 來的 所以原本價格呢 是P1 那原本呢 出現Except Demand 那個價格低於Ecarim Price的 所以雖然擠塞 所以排隊 那些車輛排隊 A這句呢 就是原本的Except Demand 或者Shortage 對於這個洪水的服務 那接著才看 這個就是原本的情況 那接著 西瑞的Tose 就是隧道費下降呢 上升 不好意思 上升呢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就更加不用西瑞啦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那更加讓些人呢 轉去用洪水 要是對對品 所以Demand 這個洪水的服務呢 就應該會上升的 上升 假設 價格維持不變 因為洪水 假設沒有加價 沒有減價的嘛 維持在P1 Demand上升呢 我Demand區 就是Shortage to White 那下面呢 就畫回新的Demand區 由D1 Shortage to D2 向右2 變成箭咀去 這不是新的Demand區 就是D2 那看到那些價格不變呢 那是Except Demand 來的 那應該會上升的 因為那個需求量呢 更加大 因為Demand上升了 同一個價格 那Label B這部分呢 就是新的需求量 同於不變的供應量 就是Q1 那些差距呢 那些差距呢 就是Except Demand 或者Shortage 新的Except Demand 就是B這個距離 那是擴闊了的 擴闊了的 擴闊了 就是更加激實了 因為多了人用洪水 所以就更加激實了 那畫圖呢 要畫到Demand 原本的價格P1 一開始要低於Equeline Price的 就是D1 和Suppiger Intercept的價格 所以原本出現Except Demand 原本已經激實了 在繁密時間 A就是原本的Except Demand 現在Demand 上升Demand 它向右而 去D2 在價格不變 P1之下 需求量更加增加 但是供應量沒有變 B的距離就是新的Except Demand 就會增加了 由A去到B A就是原本的Except Demand Original的Except Demand B就是新的Except Demand New的Except Demand 都可以 那就是外面的 A就是原本的Except Demand B就是新的Except Demand 所以這兩件事 才有一分 留意一下 解釋到原來 在繁密時間 篩稅再加價 那些人更加轉去紅稅 因為大家都代替品了 紅稅的Demand 上升 令到擠室問題更加嚴重 因為價格不變 Except Demand 上升了 那圖的Demand Supply Diagram 都會顯示到這件事 千萬不要 紅稅加價 反而是 篩稅的減價 才有機會 那些人轉去做篩稅 紅稅Demand下降 反而是減低Except Demand 減低紅稅的擠室 就可以了 好了 講完Demand 就講了Supply Change Supply 下個Video再講